阿囉哈 到這前面喵咪大戰爭時間囉 那今天晚上九點的話呢 一樣是我們最近 好不好 玩得很High的QQ大戰爭啦 大家如果喜歡的話 可以來看一下晚上九點的影片囉 那今天的話本帳要幹什麼東西了耶 大家看到這邊又送了一張金券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的1.6版本來啦 好不好 那1.6版本是什麼東西呢 就是之前哲平日版有跟大家介紹了我們的 有可能會有的 好不好 那個婚紗的那個版本 婚紗的那個版本 然後這邊的話跟大家講一下 大致上有更新哪一些東西 這個是點擊關卡按鈕會提示 是否已經得到一次掉落性的這個獎勵的 這個通知效果 然後長安隊伍編程可以使用上次通關的隊伍 隊伍來開放至17個 然後會有新的超級貓貓 這個之後如果有看到的話就跟大家講 然後新的三階貓貓 但是這個需要壽食 所以到時候開的話就跟大家講 然後有新的壽食關卡 還有這個最重要的東西 新的真傳奇關卡來啦 好不好 然後這邊的話 新REC獎勵17300的話會有妙力打5個 這個妙力塔B5個 然後再來是17400會有妙力打C5個 然後17500會有傳說貓眼石5個喔 目前來說哲平這邊19400多所以完完全全沒有問題 所以都是可以拿到的 哇 拿到契爾大哥來勒 契爾大哥 這個BOOST超能力的契爾大哥登場了 是不是應該可以讓我們那個誰啊 讓我們最近那個散傷千辛格列來一波大的呢 搞不好是有機會的喔 但是我們今天的話我們就先來看一下 哪一個東西比較重要 反正現在目前來說的話 隊伍的東西給大家看一下好了 今天完畢壽食關卡很水 nice 壽食關卡 就是該這樣子 但是目前來說喔 我跟你講 上次我們打過的那個黃壽食關卡 上次有觀眾跟哲平講說 就是黃壽食關卡只是百分之百獲得一個而已 超級小氣好不好 這個黃壽食只會獲得一個 然後這邊的話下面會 百分之百獲得紅壽食五個 然後脆壽食三個 然後蒼壽食三個 然後紫壽食五個 阿為什麽 為什麽 為什麽紅壽食都給這麽多喔 我先看一下我們殺異貓盡會要幾個那個 那個壽食好了 殺異貓應該是1X的吧 沒記錯的話 1X貓貓殺異貓 好 我記錯了 應該是稀有喔 稀有貓貓殺異貓 準備來進化一下喔 看一下 殺異貓這邊 看一下還缺什麽 目前來說還缺一個黃壽食 然後 三個蒼壽食跟三個那個 綠壽食 藍壽食跟綠壽食 好啦 那這邊的話我們就一樣先打一下 這個 黃壽食 因為黃壽食的話 他才會有那個對不對 我們現在缺一個了 所以我們就打一下這個關卡 這關卡其實 還算是蠻難的喔 阿我怎麽 米金沒有會員了 我現在才發現 我沒有會員 太慘了吧 哇 最近實際非常非常多遊戲要入坑啦 所以我現在也在省吃檢用當中 好不好 然後這個會員呢 我們再考慮一下 但其實很白癡欸 你看 我會員的錢付不出來 然後我都一直付170塊去加速 這樣是不是很白癡 因為明明 明明加速就 加速加個幾次的那個錢升起來 我們就可以買會員了 而且會員能夠做的事情很多這樣子 對不對 好啦沒有啦 我再看一下 會員我覺得其實買的會蠻爽的 因為買的話你可以按加速 加速打關卡確實是 比較快一點點 刷東西比較舒服啦 刷東西會比較舒服 然後你也可以就是拿就是那個 拿那個什麽 拿我們那個就是 罐罐這樣的感覺 好 必須吼 把我們的這個 把我們的這個錢包先升一升 那這關比較麻煩的就是 不死生物喔 但是貓頭鷹的話 那邊能夠靠門的就是 魚人貓打一波應該就還好 但是確實也是挺麻煩的 因為這關有好多這個 不死生物在那邊 加雞巴 大亂搞 魚人貓盡量再往前一點 這時候疊多一點魚人貓吧 讓那個貓頭鷹待會出來的時候不能那麼囂張 後來了 喔 還是很囂張 他直接 貫穿一波 完了完了完了 有點奇怪 我們 我們也沒有花多少錢啊 為什麼錢包那麼少 完了 這一擊打過來真的是 夭壽 完了完了完了 死定了死定了 快快快快 打死打死 喔魚人貓 魚人貓你可以的 把我們進到那個攻擊距離 那個貓頭鷹這不是什麼 不是什麼東西的 好nice 你看踏踏貓 果然還是踏套貓啊 踏踏貓舒服的 但是我們必須有人把那個 完蛋 這關確實挺麻煩的喔 不過為什麼這關的這個黃壽石只給一個啊 好扯 為什麼只給一個 為什麼為什麼為什麼 為什麼壽石只給一個 哭哭了哭哭了 哇完了 而且沒有把他們打死完全沒錢 你們有發現嗎 哇 死定了 完了完了完了 哇我這關當初好像也是打得很 也是失敗了很多次對不對 要炸爛我們了要炸爛我們了 來了來了 快滾快滾快滾 貓頭鷹快去死 沒了我們死了 GG OMG 殘不能賭 59% 這關是真的蠻難的耶 這關我覺得蠻討厭的 我覺得一切一定是因為沒有加速的關係各位 黃壽石怎麼那麼酷啊 而且這麼難的關卡你打贏只能哪一個 這真的很那個耶 很小氣耶 小氣不拉鬼的 我覺得這關的話我應該要把那個 隊伍改天再改掉一下 我覺得應該要派那個 一級必殺熊 那個不死 不死必殺熊 來打這關卡會比較好一點 不然這邊交給我們那個 功夫的那一隻喔 進化有點慢 要出奧地會被那個貓頭鷹給弄死 這也挺麻煩的 出奧地會被貓頭鷹給弄死 天啊 天啊 暖排OK 啊 valid海報桑果然還是我們的 經濟來源啦各位 經濟作物來源 想一下喔 可以加歐疊起來 加歐疊起來應該也是不錯 不好記牽出 是不是也要攝影師冒冒險 完蛋了 完蛋了 哇 你給我出來 原來你給我躲藏 目前還是用多一點加歐先幫那個完了 加歐直接變紅的稀巴爛 完了完了他他貓 他貓進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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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託你們了 快進去 這張初號機完全沒辦法 各位 關要被換掉的其實是初號機 要夭壽 這關要被換掉的其實是初號機各位 初號機換成那個 一拳一拳不死熊熊應該就ok了喔 我怎麼打這關打 打這麼久啊 我不是想跟大家拖的耶 完了 87了 不是我當初到底怎麼用最推打贏的 我這好佩服 剛出了我自己喔 好佩服當初了我自己喔 媽哭了 好GGGG 不鬧了 通關一次 他不是說可以看一下就是掉落的那個什麼物品嗎 已通關 這個 按住這個編程的話 已至萬前次通關時的編程 好不好 然後編程 你按住那邊就可以直接那個 你不用切進來 你在外面長按就ok了 長按就ok了 我這邊要換一套隊伍 我想一下喔 哇這套吧 這套那個不死熊熊這樣應該打起來挺威猛的好不好 我就不信這樣應該可以贏了啦好不好 還有八件耶對不對這怎麼輸 我也不知道 搞不好又要輸了 不是喔我到底當初 怎麼打的喔 熊熊 一拳必殺 完全沒問題啊對不對 帶這個就對了 帶那個什麼粗號機 這隻還是有帶 為什麼你們都可以打到塔啦 這罐帶白誤過應該也沒 不是啊這罐帶 其他隻也很沒用耶 那個殺技那些這個沒辦法用 進化熊熊熊 進化熊熊 現在就是先 先存點錢吧 讓他們被打死 哇這關真的很 很很很麻煩耶 還是我在講 怎麼會這麼麻煩 現在存點錢喔 我派待會出事喔 好出事 來了 講一下喔 八戒能夠進去的話應該 就還行 畢竟八戒這邊的話 算是漂浮敵人大傷害 直墜了喔 好 nice 可以嗎八戒 炸一發大的炸一發大的 八戒我求你了炸一發大的 直接轟死 不行 八戒 你行不行 他太靠近我們的塔了 八戒 各位 我今天真的是 被困在這邊困到死耶 不是我在講 太扯了吧 好開個MAX 給點尊重了 我的天啊 我的天啊 怎麼這樣子 萬萬美香刀 我想都沒想到耶 好啦應該是我之前都有開MAX啦 這次開一下啦 開一下可以了啦 八戒還空泡 這小天使前復活真的很酷耶 我的最愛 MAX碾壓 我們這樣就是讓他們繼續往前走 然後我們八階這邊不要被打到都沒死 沒問題 轟起來 果然還是得靠MAX啦各位 我覺得我當初打的話應該是有開MAX 應該是 應該是 不然怎麼可能會贏 太好笑了太好笑了 gogogo魚人貓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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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別別別別別別 到賭了完全沒問題 嘿嘿 準備下去吧貓狗鷹 還怕喔 轟死 你看那個長矛怪是真的還蠻麻煩的 有感覺到嗎 這個長矛怪死前存活 再轟一發再轟一發 八戒我求你了 好不好 我只不過拿一個黃咒死白癡 拿了一整集 完了 各位 好啦 那我們今天主要跟大家講的就是我們1.6版本的更新的一些東西 然後今天半個新的東西都沒看到 有啦看到那個 長按隊伍之後他會直接幫你換那個隊伍就不用這麼麻煩了 然後其他什麼都沒看到 OK 就是這麼的酷炫 為了拿一個黃咒死 他應該是百分之百掉吧 他不要跟我講說 沒掉喔 有了有了 沒掉我一定氣死人 好 那今天的趟我們就跟大家先介紹到這邊 那後續的話有遇到我們就是這一次更新改版的東西的話 會再一一跟大家分享介紹的囉 好不好 那大家期不期待接下來這個版本的一些新東西呢 如果期待的話可以分享一下你們自己的想法 那我起屏來見囉 大家拜拜啦 掰掰 by bwd6